吃完橙,就這樣把橙皮添掉,會不會有點浪費呢? 其實橙皮很有益的,它含有大量維他命C,可以預防傷風感冒 還有開胃健脾,驅火消炎,緩解談脫吸收的療效 我很多時候都會用橙皮來調味 會放它在海鮮上 放在海鮮上 放在海鮮上 放在雪糕上也可以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試試起橙皮吧 幫橙起皮時盡量不要要白色的部分 剩下的橙皮,還可以用來去除微菠蘿或雪櫃的異味 把橙皮放在陰涼的地方,讓它慢慢陰乾 然後就可以放進玻璃瓶裡儲存起來 然後就可以放進玻璃瓶裡儲存起來 除了吃,還可以把橙皮放在凡是軟到 變成純天然的橙皮芫膚膏 橙皮含有豐富的維他命C 可以幫助膠原形成 對皮膚的保濕和修復都有良好的功效 儲存一段時間的橙皮 會有一種甘甘甜甜的香味 累的時候問一下,可以舒緩疲勞 是神天然的香薰治療 所以我們可以死定在地板上 來看,看起來這次的小米 啟動很是天然的 非黃色的野味 另外一位珍� 有什麼樣子 馬來看,看起來 超越過天然的 偶像一組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